一分錢一分貨還是便宜有好貨 歡迎來到我們的服事開箱系列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身上 沒錯就是女生在夏天必備的泳裝 那泳裝其實有分成很多種嘛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會一一的開箱給大家看看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泳裝主題呢 是運動泳裝 這種兩截式的 然後比較包覆 有點防曬的那種泳裝 可以讓你穿出去做一些水上的活動 或者是游泳的話呢 比較不容易走光 今天呢挑選了五件泳裝 那雖然都是運動泳裝 但還是會有一些差別 比如說呢會有裙裝 或者是褲裝 也會有這種長袖的 也會有無袖的 那他們的共通點呢 就是非常便宜 在淘寶上呢 最貴最貴 也就是大概台幣500塊而已 那他到底有沒有值這個價錢 我們就實際來開箱看看吧 第一套是藍綠色的長袖短裙套裝 穿上去料質非常舒服 胸墊位置正確 但是沒什麼集中效果 裙子長度中等 整體亮色系 很適合夏天拍照 第二套是藍白壯色的長袖短裤套裝 穿上去比較緊身 但是胸墊的位置有點奇怪 很明顯有一個胸墊的痕跡 褲子個人認為有點太長 但是包覆性還不錯 第三套是黑白壯色的無袖短裙套裝 整體也是偏緊身 我很喜歡他的上衣 拉鍊式的設計可以讓你拍照時小露性感 運動時又不會曝光 裙子偏長 但是旁邊的綁帶設計還蠻可愛的 第四套是全黑的長袖短裙套裝 這件比前面幾件都還要更緊更貼身 上衣偏短後面有綁帶 但是胸墊形狀有點奇怪 側面看起來有很明顯的胸墊形狀 裙子也比前面幾件都要短 如果想要稍微性感一點的朋友 很適合穿這套 第五套是黑色花紋的長袖短裤套裝 這套是全拉鍊式 上衣帶有胸墊 也是在拍照時可以小露性感的款式 但是要小心拉鍊的高度 運動時最好在裡面搭一件無袖的泳裝 褲子很貼身 稍微會有點脊肉 比較適合很瘦的人穿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開箱的五套泳裝 你比較喜歡哪一套呢? 我自己的話呢 最喜歡的是身上的這一套 它穿起來很舒服 再來第二點就是它的顏色搭配 我覺得它這個顏色搭配的非常好 就會有一種蠻鮮豔 但是又不會過於暴露的感覺 那我覺得男生最喜歡的 我猜應該會是這一套 其實有點像是日本的運動服的感覺 那穿上去呢還蠻陽光的 那再來我覺得 材質最好 穿起來也最合身 最貼身的呢 是這一件 這一件呢 它的胸墊 是有鋼圈的 它算是會比較顯身材的 那再來就是它比較短 所以你露腰的部分會露比較多 就會稍微比較性感一點點 好了那今天的開箱呢 就差不多這裡告一段落了 你還想看我開箱 怎麼樣的服飾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 鉄鑽 鐺